共济会 光明会 足见影子政府 罗斯特尔的家族控制全球 埋藏在历史沉烟中偶尔闪现的神秘组织 像幽灵一样散发出阴谋论形成的迷雾 这些组织到底是谁建立的 终极目的是什么 大家好 我是九江老魏 今天的影片咱们就来讲讲这些神秘的组织 有一部电影叫《大开眼界》1999年上映 主演是汤姆克鲁斯和尼克基德曼 电影摄影之后 很多人怀疑他是在影射光明会 导演是库布里克 他把剪辑好的成片交给华纳 四天之后心脏病突发在睡梦中去世 汤姆克鲁斯说 他和导演通完电话之后 没多久导演就去世了 据说电影院供应的版本被剪辑修改过 并不是库布里克的原版 库布里克这位导演 离上帝最近的电影人 色情片《洛丽塔》 科幻片《太空漫游2001》 恐怖片《闪灵》 战争片《全金属外壳》 每一部作品都是该类型的里程碑 斯比尔伯格 卡梅隆 诺兰 都深受他的影响 有个笑话 说斯比尔伯格死了以后 准备排队进入天堂 但是到了大门口被拦了下来 门卫说我们天堂有规定 不收电影导演 就在这个时候 库布里克骑着自行车 悠哉悠哉的进了大门 斯比尔伯格急了 问门卫 他是怎么进去的 门卫说他是上帝本人 但是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库布里克 有一个著名的阴谋论 美国其实根本没有登上过月球 阿波罗登月的影片 是CIA找了库布里克 在摄影棚里面拍的 不过这个事的源头 可能是来自威廉·卡瑞尔 在2002年拍摄的一部 名叫《登月秘新》的伪纪录片 为了制造娱乐效果 吸引眼球 将真实档案 采访和虚构的故事混减 很多人就信以为真了 《大开眼界》这部电影 库布里克构思了整整30年 据他的家人说 这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电影被定义为悬疑惊悚片 节奏缓慢 迷幻朦胧 很多细节充满隐喻 再加上上映之前 导演的《突然死亡》 主演汤姆·克鲁斯 信了某种邪教 都给这部电影 镀上了一层诡异的色彩 电影围绕着三个人的故事展开 医生比尔年轻帅气 事业有成 名字有账单的意思 象征金钱和成功 妻子Alice是个大美人 和梦游仙境的小女孩同名 象征欲望 富豪Victor代表胜利 象征掌权者 电影中有个桥段 比尔闯进了一个神秘的聚会 管风琴声响起 城堡的大厅中央 十几个人身穿黑色斗篷 戴着面具跪在地上 围成一圈 红衣主教在圈内 手持喧香吟唱 走过跪在他面前的每一个人 吟唱过后 这些人摘下斗篷 是女人 她们置身裸体 戴着面具 穿着高跟鞋 走向穿着衣服 戴着面具的宾客 这其中有一个女人 好像认识比尔 警告她赶紧离开 否则会很危险 比尔无视警告 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 参加聚会的所有人 都戴着面具 一丝不挂的人 身材都很好 是被观看被玩弄的对象 穿着衣服的人 是游客 是主人 有人发现 比尔的身份很可疑 他并不是被邀请来的宾客 红衣主教很生气 要惩罚他 让他当众取下面具 所有人都看到了他的脸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劝他离开的女人 站了出来 愿意替他受罚 之后 比尔被赶出庄园 第二天 新闻报道 一名选美皇后 因为药物过量猝死 电影中充斥着性 但是讲的是关于权力的故事 体面的职业 美丽的妻子 中产的生活 让比尔产生了自己 也是上流社会的错觉 在幻想里 一切都是美好的 但因为好奇心 他闯进了另一个阶层的聚会 他看见了冰山一角 还来不及看清那些人的真面目 就被扒下面具 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面对巨大的权力和邪恶 他失去继续探究的勇气 无力抗衡 那个世界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依旧是个秘密 有人猜测 电影中戴着面具的 神秘组织是光明会 面具派对 影射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举办的光明舞会 罗斯柴尔德家族 犹太人 发迹于18世纪德国 又被称为银行王朝 创始人名叫 迈尔·阿姆切尔·罗斯柴尔德 他一直给黑森王室 提供金融服务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 他担任英国 与黑森之间的贸易中介 赚了很多钱 后来 家族后代们 将业务拓展到了 伦敦 巴黎 法兰克福 维也纳和纳布勒斯 19世纪 罗斯柴尔德家族 成为世界近代历史上 最富有的家族 那个时候有这样的说法 欧洲有六大强国 大布列颠英国 法兰西 俄罗斯 奥匈帝国 普鲁士 和罗斯柴尔德家族 现在 罗斯柴尔德家族 已经非常庞大 资产分散在 不同的继承人手里 业务覆盖金融 地产 矿业 能源 酿酒 和非盈利机构 家族银行 由瑞士的罗斯柴尔德 持续控股集团控制 他们非常低调 向慈善机构 捐赠大量豪宅和艺术品 极少露面 或公开发表言论 近一个多世纪 这个神秘强大的家族 一直包裹在 重重的帷幕之后 直到50年前 一场被公开报道的舞会 似乎为公众 揭开了帷幕的一角 1972年12月 罗斯柴尔德家族 男爵夫人 玛丽海伦 在巴黎郊外的城堡里 举办了一场 盛大的蒙面舞会 着装有特殊要求 黑色领结 长裙和超现实主义头像 请柬是反写的 需要放在镜子前 才能看明白 受邀的宾客 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正商名流 意大利公主 电影明星奥大利赫本 画家达利等等 那天晚上 城堡被赤红色灯光笼罩 里面到处都是 打扮成猫的仆人 他们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 握在台阶上 等待客人的到来 客人们要穿过 黑色丝带编织成的蜘蛛网 穿过迷宫 走进大厅 宴会餐桌的摆设非常诡异 餐盘覆盖着黑色皮草 旁边摆着一条死鱼 桌子中央 有人体雕塑 有拆的七零八落的玩偶 有乌龟标本 有凝固在树纸中的高跟鞋 餐后甜点 是一个巨大的人形蛋糕 躺在玫瑰花瓣上的全裸女孩 和真人一样尺寸 看起来像商店里的塑料模特 又像一具尸体被所有人分食 据说 罗斯柴罗家族是光明会的成员 这个舞会是一场 撒旦崇拜的邪恶聚会 光明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光明会又叫光照派 拉丁语的意思是 受过特别启示的人 1776年5月1日 光明会秘密成立于巴伐利亚 当时 欧洲正处于反封建反教会的 启蒙运动时代 哲学教授亚当·维索斯 在研究神学的过程当中 发现自己不太同意基督教的说法 开始研究古埃及神学 犹太教神学 又融合了诺斯底教派 和神秘主义的思想 成立了光明会 他想要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 光明会刚成立的时候 人数很少 没有什么作为 平时主要搞理论研究 向公众推广自己的思想 1780年 有一位德国贵族 名叫阿道夫·科尼格 他在魏马宫廷担任管家 平时写书做演讲 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是共济会成员 他和维索斯认识之后 非常投缘 彼此欣赏 于是科尼格加入光明会 仿照共济会的管理方式 在光明会进行组织结构改革 而维索斯则加入共济会 拉拢里面有钱有势的贵族 越来越多的共济会成员 在维索斯的游说下加入光明会 所以直到现在 光明会与共济会的成员 有很多重合 经过四年的发展 光明会成长迅速 会员多达两千多人 1784年 光明会内部争权夺利 科尼格被驱逐 一个巨大的危机悄然来临 光明会吸纳的成员 75%都是政府官员 占巴伐利亚政府官员总数的10% 这严重威胁到了极权政府的统治 1785年 巴伐利亚国王颁布新法令 宣布光明会是异端邪教 犯了叛国罪 禁止一切活动 入会的贵族吊销头衔 1787年 当局颁布了更严厉的法律 任何加入光明会的人都要判处死刑 首领维索斯被迫流亡 1821年 罗马教廷 普鲁士 巴伐利亚联合执法 共同倾缴参与势力 从此 光明会从大众视野中销声匿迹 光明会从建立到负面 听起来像是一个宗教改革失败的故事 可是 为什么几百年过去了 围绕在他身上的邪点传说 却越来越多呢 光明会的信仰根基是神秘主义和诺斯底主义 神秘主义者认为 世界上存在一种高于人类意识层次的神秘力量 这种力量可以通过神奇体验或者宗教仪式获得 神秘主义者喜欢使用数学 符号 仪式 以及建设各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碑和建筑物 诺斯底主义信仰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 诺斯底在希腊语中是知识的意思 他信仰灵知 认为人可以通过超凡体验 获得知识或意识脱离无知的现实世界 诺斯底主义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相信宇宙中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 遥远的 不为人知的神 这个神被称为独一个体 众多神奇都是从独一个体中分离出来的 这些神奇会慢慢的远离独一个体 又各自发展出不稳定的特质 人类的堕落是在独一个体内发生的事件 并不是人类自身行为所导致的 这个世界是一个泡影 是专门为人类设计的监狱 受控于更高层次的存在或意识 伟大的油画 雕刻艺术都是对那个存在的魔法 有些神会堕落到物质世界 寄生在人类的体内 可以通过意识的觉醒回到原来的等级 就熟一个人等于复原一个神 然而复原的过程需要某种隐晦的特殊知识 光明会信奉的神秘主义 诺斯底主义强调虚无缥缈的神秘知识 泯灭人类的基本意识 挑战正统宗教的权威 所以被视为异端 另外光明会成员掌握金钱权势 控制货币发行 策划历史事件 在各国政府内安插代理人 从而制定世界秩序 这些听起来似乎很合理 共济会是怎么回事呢 共济会的起源比光明会要早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 最初是一个石匠行业协会 创始团队目前存在两种说法 一是在巴比伦王国建造巴别塔的石匠们 二是在耶路撒冷建造第一圣殿的石匠们 这些石匠们从不对外公开建筑记忆 他们自称通晓天文地理 是远古奥秘的守护者 和光明会一样 共济会也信仰神秘主义和诺斯底主义 同时还融合了犹太教和炼金术的部分思想 共济会喜欢运用比喻和象征来传递理念 很多符号都与建筑和石匠技术相关 标志是尺子和原规 尺子代表有序 原规象征神对世界的计划 这个标志也可能是从六芒星的图案变化而来的 尺子构成向下的正三角形代表真理 原规构成向上的正三角形代表道德 两者的结合表示行动与节制的规范 共济会内部成员总共分33个级别 用度来表示 只有一度到三度涉及等级概念 第一度称为学徒 第二度称为技工 都是非正式会员 第三度称为导师 是正式会员 一度到三度的席位授予在分会所举行 三度以上都是评级 需要总会批准 现代共济会没有那么神秘 欧洲王室成员 美国的几任总统都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 除了内部的暗语和手势依旧保密之外 他们经常公开露面进行慈善活动 光明会与共济会虽然成员有交叉 某些思想和价值观一致 但是这两个组织是互相独立的 并非同一体系 共济会更像是一个宗教组织 偏重于教义和仪式 光明会更像是一个政治组织 要进行宗教改革目标明确 曾经对欧洲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种说法 光明会是共济会的幕后主导 是一个由共济会33度大师主持的 更加精英的圈子 都市传说中 光明会服务的对象 是来自外星的邪恶的蜥蜴人 光明会和共济会都属于秘密结社 是游离在正常社会组织系统之外的社团 与正统思想 主流社会秩序相对立 被统治阶级视为异端叛逆群体 类似于金庸先生小说中的江湖门派 这些秘密社团处于对安全或者隐私的考虑 在创立之初就不准备对大众公开 新大新成员主要通过老成员的介绍 还有严格的身份审查面试考核 通过考核之后 社团会为新成员举办具有象征意义的特殊仪式 秘密结社的规章制度通常会要求成员对外保持神秘 不能泄露社团信息 有些结社甚至要求会员以生命为代价发誓 如果出现泄密会被视为叛徒并且要追究责任 正是这种保密制度让很多秘密组织成了阴谋论的主角 面对各种传言 社团成员不会承认或者否认 那些越传越旋的故事 反而帮这些神秘主义社团做了免费宣传 美国大学兄弟会也是一种秘密结社 曾经有一个退休的美国大学兄弟会主席 公开讨论过里面的一些事情 一旦融入兄弟会 他们就会把成员当成自己人保护 奥巴马上台之前 美国所有的兄弟会主席都是白人 他是第一个竞选成功的亚裔 有一天他去酒吧 有个人喝多了骂他 涉嫌种族歧视言论 在场的两个兄弟会成员 二话没说 上去就是一顿暴揍 电影中出现的兄弟会入会仪式非常严格 甚至经常带有侮辱性 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但实际上没有那么恐怖 营造紧张气氛 主要是为了让新成员摆脱迷之自信 看看他在压力下的心理承受能力如何 一个兄弟会是否强大 一方面要看他在学校里的名声怎么样 另一方面就是校友够不够钱 有的校友一年会给兄弟会捐几百万 这些钱随便花 可以用来干一些很离谱的事情 比如招受新成员的时候 抽奖活动 圈一大块地 分成很多小格子 每个人领一个号 然后弄一头公牛在里边溜达 最后看那个公牛在哪个格子里拉屎 抽到这个号码的人就中奖了 兄弟会的活动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只是定期会举办各种聚会 有的时候玩的比较疯而已 兄弟会成员每年都要交钱 大概几千美金 开交包括房租 餐费 会费等等 会费中有很大一部分会交给保险公司 其中有一项叫性骚扰保险 如果有女生指控被兄弟会成员性侵 告上法庭需要赔偿 这位兄弟要是没钱 保险公司会承担一部分帮他擦屁股 毕业之后很多兄弟会成员能靠人脉平步清云 这辈子没有后顾之忧 最著名的大学兄弟会是耶鲁大学的骷髅会 根据学生的表现和家族背景 每年只招收15名成员 一旦入会必须严格遵守一切秘密 终生保留会员身份 骷髅会的成员有布什父子 洛克菲勒家族 时代周刊创始人 联邦快递创始人等等 成员涉及军火 化工 运输 金融 媒体等各行业的精英 社团以骷髅和两根交叉的骨头 作为标志符号 代表着成员对死亡的理解 人生苦短 但是你可以做出选择 中间的数字322 32代表社团成立的年份 1832年 最后一个2表示 社团起源于德国的一个秘密组织 骷髅会是该组织的第二个分支机构 骷髅会的创始人 是耶鲁大学毕业生威廉拉塞尔 拉塞尔家族做鸦片生意起家 非常有钱 大学毕业后 威廉去德国游学 在那里 他接触到了光明会的一个分支社团 从此迷上了秘密结社 回到美国后 威廉召集了耶鲁的一大批好友 成立了骷髅会 首批成员中 有一个人叫阿芳索塔夫托 这个人后来成为了美国司法部长 他的儿子威廉塔夫托 在大学时期也加入了骷髅会 后来成了美国总统 骷髅会创立初期 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 每周一次的深夜聚会 只能在聚会地点挂出骷髅的标识 1856年 其中的一名成员成立新托基金 购买了一栋房产 当作固定的聚会地点 这栋房子被称为墓地 至今仍在使用 墓地平时铁门紧锁 窗户又窄又暗 根本看不到里边什么样 曾经有骷髅会的成员 揭露过里面的摆设和装修 门牌号码322用丝绸装饰 墙上有五角星图案和雕刻的墓穴 墓穴上的文字和图案年代久远 画中有一块石板 石板上面是四个人体骷髅 此外还有一顶小丑的帽子 一些数学用具 一本打开的书 一个乞丐的破包 一顶皇冠 20世纪初 一名成员向骷髅会捐赠了一个小岛 专门让会员们去度假 小岛叫鹿岛 位于纽约州北部圣劳伦斯河 由于缺乏维护 现在的鹿岛已经荒废 基本没有什么人去 每年只有老成员带着新成员 去感受一下传统 今天骷髅会成员选拔 基本延续了创立支出定下的标准 必须出身于美国豪门 要接受过高级教育 最好是毕业于贵族寄宿学校 如果祖上是欧洲贵族 和皇室沾亲戴故 就更完美了 必须要有钱 昂贵的会费是基础 还要时不时的捐款捐物 必须是白人男性 最好有军队服役的精力 体力充沛 不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骷髅会就开始招受女性会员了 现在可能也有少数族裔 骷髅会每周的聚会都有固定的主题 每个人都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发表个人见解 会员之间经常发生争论 每次聚会都有一个人 负责记录大家的发言 这些记录被妥善的保管在目的中 有人认为 近现代历史上多数重大事件 原子弹研制 时代周刊成立 肯尼里遇刺 水门事件 都是骷髅会策划完成的 也许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 由极少数精英组成的秘密组织 它就像是一个影子政府 在幕后操控着世界 终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打造一个权威主义的世界政府 取代现有的所有的主权国家 这些神秘组织认为 人间充满不幸 秩序崩坏 他们总是想象 在偶然混乱错综复杂的事件背后 隐藏着一个秩序 要建立心中的天国 神被比喻成工程师 成员们依靠严密的组织 秘密而有计划的 推进人间秩序的改造 有人对阴谋论不屑一顾 但它恰恰是近现代商业社会 娱乐精神的体现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 有趣而神秘的故事 感谢收看 我是九江老魏 咱们下期再见 生生不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